中国军事比赛 国际特种兵比武 中国军人亮相国际赛场 激烈角逐中 他们如突出重围 取得骄人战绩 我们今年就是为了冠军 向冠军去冲击的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准备冲车 精彩赛事中 他们怎样把中国军人的形象风采 带上国际军事交流的舞台 南大必胜 永春军营 加油 军事计时系列节目 征战国际赛场的中国军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到国际军事比武 你会想到什么场景 大漠之上 各国坦克之城 硝烟四起 空中不同型号的战机轮番登场 一决高下 然而本期 我们将为您讲述一项 画风完全不同的国际军事比赛项目 项目的主角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军权 和他们的训导员 由俄罗斯发起的国际军事比赛中 2016年首次加入了忠诚朋友项目 那么走上国际赛场的军权 都要经过怎样的训练 中国代表队亮相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在陆军某军犬防御训练基地 训导员正在备战一个月后的 国际军事比赛 防卫勤务客目 要求军犬要完全听从训导员的口令 对假想敌进行废教报警和撕咬袭击 为了贴近实战 让军犬在真正执行任务时 能一招致敌 助训员郝一星 不但要经受各种撕咬 还要想尽办法刺激军犬 我会加入很多东西 鞭子呀包括棍子呀 孔啊都给他夹到 让他适应复杂的环境 他对一些心意的东西 非常非常恐惧 所以说慢慢让他适应这个环境 包括一些物品杀人 包括我敲打他 都得让他适应 当真正的歹徒的话 或者恐怖分子的话 他会给你真正的 是拿真枪真刀给你干 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 全对这个恐惧 所以说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他融入在里面 达到一个实战效果 在郝一星具有攻击性的刺激下 军犬迈克朝郝一星呼了过来 犬的冲击力 在高速奔跑之后 他在六秒之内能够 他能够达到上百公里的高速 他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可怕的 很凶嘛 就是一下子要制服你那种 就是那种眼神和那种镜 他那个镜头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就想把这个就开始撕开那种感觉 冲击力实在太强 给人的恐惧性太强 就是你有可能接不住 他就是冲过来的时候 你有可能你准备好了 但是他那个冲击力 有可能会给你冲到 如果穿上天神把衣的话 接四条狗是没有问题的 就身上同时被四条狗咬 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一般人踏不到的 攻击是犬类的天性 但郝一星此时还要做到 让扑咬的军犬另行禁止 完全听从训导员的命令 如果我们的训练 让他咬上以后很稳 不乱甩不乱撕 没有训练过的拳 扑咬到猎物之后 一般很难轻易放口 但是一条训练有素的军犬 却会完全服从训导员的命令 而这一点也是国际军事比赛中 重要的评分标准 中午十二点温度又升高了 军犬麦克的情绪有些烦躁不安 此时对于助训员郝一星来说 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他要格外小心 在这个精准扑咬的时候 这个军犬 他也像人一样 他会有失误 他的这种失误 对这个军犬助训员来讲 他可能就会造成他致命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的备赛基金 他每天可能经受上千次的不一样 我们的军犬训练员 整个胳膊它是轻的 淤的 紫的 每天重复 这是牙液 这都扣进去 这是它扎透 就是刺破这个扎的肉里面的 这都是有时候卡的 这都是一些这种反复的 就是半天的量 就是半天这个咬的量 你们两个胳膊已经花了 经过训练的军犬 不仅嗅觉灵敏 体格强壮 扑药时也能精准勇猛 可以在反恐处突 击毒排爆 巡逻执勤等任务中 发挥关键作用 而要想训练出一条合格的军犬 军犬训导员和助训员 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威胁和辛苦 事实上 每一名走上国际赛场的训练员和军犬 都要经过重重考验 然而走出国门 在陌生的地域和环境中 与各国军人和军犬同排竞技 中国代表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016年8月 正值俄罗斯的酷暑季节 这里中午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 出道莫斯科 陌生的地域环境和五个小时的时差 让中国代表队的训导员 以及他们带的军犬都很不适应 而紧接着一个让人揪心的 这个情况发生了 军犬皮特出现了严重的重暑现象 他一边在挣扎 他一边又抬起头了 给他这个训导员在进行申诉 就是说天气太热了 不是我不想跑 我表现不好 你会不会怪我 丁涛是军犬皮特的训导员 看到自己的爱犬中暑 丁涛敲 他那时候的眼睛从来没有立开过 一直盯着我看 我能感觉出他那时候的无助 因为他是按照我的指令 去玩了这个三加二百米的 他那时候跑成那样 跑成那样眼睛盯着我手 中暑对于犬类的健康危害极大 犬类身上没有汗线 不能通过出汗带走体内的热量 只能依靠呼吸蒸发唾液 降低体温 因此皮特此刻的情况十分危急 犬的中暑 它体温能达到将近42度 如果说你不能及时处理的话 大脑会有极度冲雪 然后来引起老水种 老水种的后果就呕吐 抽搐就会死亡 在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之前 中国参赛队的每只军犬 都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在训导员科学的训练下 军犬可以连续奔跑六公里以上 然而现在皮特在并没有超过训练量的情况下 却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现象 接下来的激烈角逐 中国代表队还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呢 最大的紧张就是不了解对手 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状态 人和犬到异国他乡 参加这种比赛 会不会适应当地的气候 会不会适应当地的饮食 所以这些很多的问题 一直就笼罩着我 在俄罗斯主办的国际军事比赛 忠诚朋友项目中 皮特等几支军犬 将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6支军犬 一决高下 忠诚朋友我的理解就是 忠诚忠诚忠诚就跟这个军人一样 首先要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的部队有一个忠诚 说明就是高度的这种服从意识 然后朋友朋友配合非常默契 那才能说是朋友对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 各国训导员和军犬就开始了适应性训练 这是军犬两项个人赛 要求参赛队员和军犬完成 三千两百米越野跑 过程中参赛队员要进行射击 而军犬练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中暑的 俄罗斯所以高纬度的一个国家 阳光直射 头一天下完雨以后 它的赛道是军末面 这个水渗透到下面 然后太阳一晒 整个的水蒸气就增上来 全它离地面很近 再一跑 这水蒸气一增 显得特别闷热 又特别容易中水 紧急处理后 军犬皮特被送到了医院 我不敢睡 中途又有什么状况出现 我发现不了 就一直在那 靠在那一直看着它 受益用这个 不管是物理降温也好 还是这个注射绿兵晴 这个进行化学降温也好 它只是对它的一种 生理上的一种这个 这种环节 但那种心理上的那种环节 需要靠主人 尤其是靠它最亲密的这个主人 他丁涛来去安抚它 别人做不到 丁涛整整在医院 陪伴了皮特一天一夜 呼吸基本上能够 逐渐逐渐能够平缓下来 然后再看他的眼神 能够没那么紧张 不安 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体温下降 去 来 皮特终于脱离了危险 然而还有不到三天时间 正式的比赛就要开始 大病出狱的皮特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一天 忠诚朋友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比赛的第一个项目 是军犬两项个人赛 训导员丁涛 和最让大家担心的军犬皮特 排在了第五个出场 拼人命地一直在往前 到最后面 他的速度还是很快 然后一直坚持下来 但是到了休息区的时候 很明显 我看他两脚后腿 已经走路 已经打颤发热 从这一幕 我就感受到 我劝他是同人心的 这个时候才能感受到 这个同甘苦共犯难 军犬皮特 克服了身体的不适 他的出色表现 让中国代表队 备受不误 最终以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为中国队赢得了开门红 然而挑战才刚刚开始 三百米障碍科目 刚一上来 一个意外情况 让各国参赛队员 都捏了把汗 这个第二个俄罗斯的队员 他抽签出了第二号 他是一个退役的奥运冠军 在这个过状的能力上非常强 他那个一米八的这个高板枪 他这个用手一按 整个人腾空就过去了 和主人一样 这只军犬通过障碍的能力 也很强 然而赛场上 谁都没想到的一幕 发生了 结果到第三个障碍物 过完梯子之后 他这个犬跑出赛道 冲出人群 然后换不回来了 这只军犬竟然离开主人 跑出了赛道 而且俄罗斯选手 没能将军犬换回 虽然每只军犬和训导员 都经过了长期的磨合 但在完全陌生的比赛场地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按照比赛的规定 离开跑道30秒 然后呢 这个就是取消比赛资格 俄罗斯队的失误 让初来乍到的 中国参赛队员更加紧张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 中国代表队的军犬 会不会也出现 这样的意外情况呢 也就是这个军犬 这个速度 肯定要比人要快 它的过程的能力 比人要强 他如果说不等你这个 他一下他全部过去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发分 人的犬要超过人 两个障碍呢 你就要发分了 军犬表现的不确定性 让接下来出场的训导员 压力倍增 这是参加300米障碍比赛的 训导员秦志超 和他的军犬天牙 天牙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体型较大 刚开始练习300米障碍时 军犬天牙就吃了不少苦头 在一次训练当中 踩空了 然后他自己落地了 当时很着急 真的很着急 我是跑过去了 当时我啥话都没有说 没有任何指令 他当时看着我 完全就感觉是跟一个 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我只是想跑过去看看 他有没有受伤 结果他从那个障碍的开头 又走了一遍 就这个事吧 我感觉特别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参加比赛时 乖巧董事的天牙已经三岁了 大约相当于人的28岁 当年天牙刚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 秦志超就开始与他朝夕相伴 名字也是秦志超取的 天牙相伴 云闯天牙 我当时这个愿望就是 顾虑有这种特别重大的 不管是任务也好 还是比赛也好 不管是何方何地 哪怕天牙海角 我俩都会共同相伴地去完成 顾虑给我们赋予的任务 那么此前 俄罗斯军犬出现失误的 300米障碍科目 秦志超和天牙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最终在16名参赛选手中 秦志超和天牙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最后一项防卫秦务科目 是整个军权比赛中最难的一项 因为他最考验军权 和训导员之间的默契程度 这是抽到一号牵 率先出场的丁涛和军犬皮特 比赛要求军犬 要完全听从训导员的口令 对侵犯者进行废教报警和撕咬袭击 并且在训导员下令松口时 军犬要做到毫不迟疑立马松口 军犬在我们手里就相当于我们的枪 我们对他控制要做到一令一动 他才会发挥他最大的威力 按照丁涛的指令 军犬皮特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所有动作 他们一举夺得98分的高分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喝彩 得了98分之后 国防部安全管理局的军长 格洛瓦杰夫就给我 一个拳训得真好 一直是给我输到门着 他非常的佩服 接下来的比赛中 其他国家的参赛军犬 有的不敢攻击侵犯者 有的不听主人口令 有的是咬住侵犯者长时间不松口 又到了中国代表队出场 军犬天涯和军犬猎虎 都凭借近乎完美的动作 拿到了99分 如果最后出场的训导员杨于海 能和军犬艾伦良好发挥 那么中国代表队将有希望 夺得冠军 说实话特别紧张 他们前面三个队友都拿到 很高的分 有97 98 99 到我那时候我压力特别大 而杨于海之所以压力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原来之前在300米障碍比赛中 训导员杨于海和他的军犬艾伦 出现了严重失误 第一个跨篮的时候他没跨 他直接冲着第二个就去了 所以我当时心里也就紧张了 紧张了就造成我俩整个障碍都不是那么好 在匍匐前进穿越低庄网的时候 军犬艾伦再一次出现失误 直接跑过了低庄网 但全网前前进的时候他要求是 全的这个胸部跟这个肘不能离地的 然后那天人又特别多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 慢慢地这个就是他听这个发令枪听多了 然后他就特别激动 等待的原因观众的原因 这个整个的这个军犬水平没有发挥的更好 由于军犬艾伦的失误 杨于海在100分满分的300米障碍比赛中只得到了40分 这让杨于海格外懊恼 而此时他和艾伦最后登场 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和艾伦身上 中国代表队能否夺得冠军 就看艾伦能否完全听从杨于海的指令 按照杨于海的命令 军犬艾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呼向侵犯者 以最短的时间制服了侵犯者 那么最后一步 当杨于海下达松口的指令后 艾伦能做到及时松口吗 不咬这么一下让他放口 这是最难的一个环境 就是放口 咱们放口啪 一下 说咬一下 听到训导员指令的艾伦 做到了毫不犹豫的松口 杨于海和军权艾伦的表现 经验全场 裁判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满分 总裁判格鲁瓦杰夫少将 又一次对中国代表队赞不绝口 最终在国际军事比赛2016 终成朋友项目中 中国代表队取得了个人单向赛 一个第一 两个第二 三个第三的好成绩 并以较大优势获得了团体总冠军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战事与军权的训练生活显为人知 但凭借常年累月的扎实训练 他们不仅骄傲地站上了国际军事比赛的领奖台 更展现了中国军人自信的形象和风采 在光鲜亮丽的领奖台背后 是无数字突摇 岳杖等训练的辛苦付出 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忠诚朋友 更是实战中一招制敌的默契 战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